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下午有時候已經有代單單照理介紹了一下 我們下午有時候已經有代單單照理介紹了一下我們下午 接下來就有陳樂玲來帶我們做這個我們下午的連線教學 那我們歡迎他 各位好 那他可以開箭跟鳳梨 應該有在那個慶片中有 那點到我們這次工作坊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這幾個連線應該等一下會用到一部分 那因為我們一開好多幾個開啟第二個月間 OK那如果怎麼樣來的話應該知道我們有畫 會這樣畫也是這邊的成績這樣 那在講完之後有人就跟我反應說就這樣 因為我好像才照到丟了通照子 所以他好像這樣是用到我的錯誤的部分 對我事後就有去修改一下 那最近他的圖端部分好像根性比較慢 我強制 終於這裡 我這樣也是一樣 那只好我進行編輯畫面這樣子 還是進行編輯畫面的話 OK 等他一下 可是那畫面應該會出現的話 就是我修改之後的那個大門一部分 那因為我這個通照子應該是比較舊的 所以他當時畫的這個範圍比較是舊的部分 好像是病的話可以比較輕一點 那他的連長範圍就比較小了 那我學這個物件的話 我看他的歷史紀錄這樣子 那他現在是版本2的不正 那按檢視歷史畫的所有的版本不正都會補上去 那這裡人看不太出來他的大門有變化 所以我開另外一個步驟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DPS3 OASM DPS3 OASM DPS3 OASM DPS3 那這種視覺化那個部分 那這種視覺化那個部分 嗯 好像這個也沒辦法顯示那個變化 OK 反正就是 原言之以來 OK 這樣講出來 單本液化是藍色的部分 那 最新的版本是那畫比較小的大門部分 所以說 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虛擾都 記錄每一次編輯 那個人啊 還有就是編輯什麼 所以其實可以 然後又回溯說 就是到底先前編輯是 就是 有畫錯什麼 或者是畫什麼 那現在正確版本 應該就是現在發現 比較即時 不分是怎麼樣 那樣子 那有時候就是 因為其實地面會改變 比如說可能有新增加的道路啊 或者是 新開閉道路什麼的 那 我們可以一直把 新的道路延伸出來 然後一直畫出去 那其實透過這種工具畫 然後我可以一直去 去 推行他的房子 好 我們昨天的一點補充部分 那 OK 那 如果各位有進到工具的頁面的話 可以來 OSM等過我們的部分 那我現在就是在 就是像昨天的方式 就是示範一下 就是 我可能加一點代表商家 然後 用面的方式畫建築物的部分 操作方式 這樣子 然後趕快 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 比較特殊的造型 它叫relation的 那 這邊舉例的話 這是以西流一份 最近幾天一直在 這兩天一直在談的事情 那我現在要挑一棟建築物來畫 那就挑這一棟這樣子 那 那 要畫區域的話 因為建築物這個區域 都是領第三個 按一下 按一下這樣子 按 然後就依照那個範圍 把它選出來這樣子 好 那我就選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 選建築物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對的是它的 最上層的那個 建築物的外裝 那實際上要對的話 應該要把它移動到 對準的定級補充 就按 第二個功能鍵這樣子 然後稍微 往下面一點移動 然後 它的定級補充在這裡 就是完全一致的動作 然後 剛剛我方講話 就是 以這張建築來講 它應該長長正正 所以 我就按 第三個按 它的用鍵 然後 跑出 這個選單出來 第三個 它通常就畫 我就走 那我再示範另外一動 這樣子 然後這次就是要故意去 弄錯了 然後就畫 隔壁這動 它的 確定它的外方 就先講是這樣子 畫到最後一點的話 再按一次 或者按 Enter 或者是左上 叫 它就會完成 這個建築物 一樣 我不知道 它什麼類型 就是 不指定它的建築類型 再下去這樣子 然後再按 右鍵 不准 然後移動它 有一個 不是一個方正的建築物 就不用規則化的功能 這樣子 OK 那我現在要 真的要 故意畫錯這樣子 那我畫這樣子 那很簡單 這不是正確的 那如果說要重新畫的話 很簡單就是 你可以按最下面 按右鍵 就在下面刪除 那 東西也不見 那 對 這邊 有一開始其實是做車帳號 那 有人對做車帳號有問題嗎 就是 就是 要 OSM.org這邊 我開一下 無痕 這邊 你要別的手機的 游覽器 或是代替電話 應該都有大檔順利的註冊 那如果說 一點 除了OSM.org 應該不見這個畫面 那 這樣 因為我這種無痕的模式 所以 這個分子沒有 登進去了 那 右上角部分 應該會有 登入或是註冊的選項 你可以 如果沒有帳號 你可以點 註冊帳號 這個動作 這個過程 那他就像一般 就是註冊網路服務 這樣子 編寫你 編子郵件 編寫你 想要的名稱 那這名稱可以中文 英文 或是一個 日文都可以 然後 最後 的部分 就是要編寫你的帳號 連密碼 那他除了就是 你自己用 一堵 名字 或是帳號密碼之外 他還可以用 地上方服務的部分 去 以那些服務去登錄畫面 如果他剛剛出錯 走完再一次一次 他又出錯 OK 如果從第三方服務的話 也不出現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 Google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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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去註冊 Optrend 帳號 再來就是 使用 OpenTrend 服務 那 假設電腦 或者是 手機的話 可以註冊一下 那有任何問題 就是 一個手就過去 幫大家 拍檢 這樣子 OK,現在畫 OK,那我講算是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假如說因為這是工作坊 假如說有很多問題的話就舉個手就過去了 那我們就繼續編輯的行動那樣子 那我剛剛畫了一棟建築 就是在新美食客家光園區這邊 那我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寫成 所以我不要這樣就會出現 我做了兩個電影但還沒有上去 所以我這次要做那個 出責任上轉的這個動作 然後偷懶一下就用先剪那個 現在我畫影區 OK,我用先剪那個紀錄這樣子 然後像新美食客家光園區域建築 那為了追蹤就是相關的編輯電動 我下個hashtag就是 open day on day 2023pw這樣子 那就是各位在填寫這些 各位在編輯然後做編動的話 建議就是盡量這部分就是詳細 你們指數你到底做什麼事情 那我這邊的地址畫的是畫建築物 那我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我就是按上傳 那當它跑完之後 東西就會上學這樣 我給它完成了 那我再看一下就是 它編輯紀錄 那這個頁面畫是 我剛剛做的那個編輯的那個紀錄頁面 那就如同我預期它 它的那個土地標尖 那往下滑動的話 可以看到兩棟建築物的那個 路徑以及各個路徑所屬的那些節點 那點進去之後 它的範圍就會出來 這就是在一個科學模擬區 對面的建築物這樣子 那 那 那畫面中的話 可能要等一陣子才會出現 那 那 昨天我畫的沒有出現 就表示 嗯 最近那個 OMEN SHINRAP的伺服器 可能已經有點 答應很大了 這樣子 我常識那個 跟形態沒有出現 不過它資料是在的 我們可以點就是 就是 右邊這些功能鍵 畫面這些功能鍵 畫面這些功能鍵 在它註冊 然後打開地圖資料 稍微稍微等一下 我們發現剛剛的 建築物 以及 OK 好像有人 就是有 重複 有編輯的狀況 那 對 那 這種情形的話 就是 因為它會有時間落差 就如果 同時畫 對等同一個建築物 這樣畫畫 就會出現做什麼 所以等等就是 這個 可以那個 就是 稍微收看一下 那樣子 把藝術的樣子 因為 看起來這種重複進行 那 這次 特別 解釋一下就是 假如說 動同一個地方 同時開編輯區 去編輯畫 我可能做一些動作 你也做一些動作的話 我如果先存的話 東西又會上去了 那如果後來組成的話 你會碰到 編輯的衝突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就會很麻煩 對 好 我會搜尋 決運警案站 我發現 我們店家 就是 在歐盛訓案 他已經換了 就實際上 他已經換了 在歐盛訓案 他一直記錄了 是舊的 舊的 舊的店家諮詢 然後就來搜尋 在決運警案站 到來臨 進行平路 一份 走在路 早上搭車 是在這裡 就在這裡 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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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大家的零八是在這裡整個這裡 它雖然還在 但是背包組已經換變家 現在不是背包組了 偏心一下背包組的那個 資訊出來 那如果說一個商家 不是佔滿整棟建築物的話 或是你有點偷懶 就是簡單的 用點來代表商家 我們就選擇用點來代表商家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早上記錄的部分 是變家變家變種 稍等我回家 稍等我回家 好 原來那家 運動用品店好像變成 經驗診所 變成一家好像 皮膚科還是醫美診所 因為它的地址還是一樣的 就是景頻路 510號 這份資訊是不用改的 但它的變家類型就是要 需要更改 我想保護這是原來的 資訊 所以我就是加上一個 表示說 電價已經收起來了 現在不是 這家電價這樣子 OK 加上一個前對 這樣子 那我到 回到就是 畫面主上講 這邊 像變幾面 廢棄的商店 那我這邊就是打 可以打診所 或者是 開面這樣子 那 第一筆就出現 510的那個 結果 那一面診所 那它就是 名字叫 精量診所 拓字 好 那這樣畫的是 它從原來是一個 運動用品店 這樣變成的 那個 然後把它的 變大類型 跟它的名字 用改完 那一樣 就像剛剛我去畫建築物 這樣子 那我還沒有把這個東西 組成上去 所以它是 嗯 就是還沒有分動 那 總之它有看到說 就是 這個項弄 它其實是有名字的 它是 僅平510 四項 那它有學做的 就是打 就上去這樣 好 好 那 這樣鏡子我會不動 因為我沒有用仔細看它到底 就 沒有什麼 這樣子 OK 那 我剛剛 更改一棟 就是已經換店家的一個 壯店的店鋪 然後再來就是 壯店店鋪旁邊的像那種 它剛才沒有名字的 我加上名字的樣子 那我要組成這樣子 那我要組成這兩次的變動 但是不要按 就是要創造這個 創成鍵 那會開啟我 就是 選擇 那因為我昨天有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要從那個 就是 調整 檢安站 變價更新 然後 壓著 主題標籤 open data get 20223DW 來追蹤 就是我們這兩天的 那個 的工作把我們做的 那種事情 那樣子 那樣子 train chain的問題之後 我會上傳 OK 我們再來看編輯紀錄 那 我發現 因為它做變動 就是它是 版本會增加 入不進的話 就是 剛剛我們這樣 巷子的名字 僅僅有五百個字項 那節點的話 就是代表 剛剛我們 跟動的商家的資訊 然後它從原來 是運動用品變 變成了 那個 皮膚科還是一名 整組的樣子 這樣的話 就算滿成我們的 那個 電機變動 那各位知道 其實台灣其實很多商圈 其實是 有些商家可能是老店 那它一直會想 建議下去 然後也不太變動 那有些 電腹位置 不會那麼的幸運 只是它可能 隔幾個月它就會壞 三次個月 壞的話可能 三次個月就會 可能就更換 那其實是 限制集中資質的常態 那你認識上OpenTune案 也是要跟著這個變動 但是未必 每個商圈都會有人去顧品 一直在看 商家的變動 所以可能在OpenTune案上 可能那個 商家資訊的更新 程度也可能要很好 所以各位如果說 需要參考的話 就是 就是 自行爭取一下這樣子 你當然是 你實際上去那邊晃的時候 看到的電價為主 因為大家在維護這個地圖 都是靠自動的 那個力量 雖然說我們盡可能 就是增加那個 曝光率 或是一些資料 等於 比方說我們可能定期 即便找到車路開車 邊開車邊拍街景 照片 但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做的 路過的路段 其實有限的這樣子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示範一下 加那個 沒有了 然後當我聽到台北正開大學 從正門口走進來的時候 發現到就是 雖然說台北大學裡面的車路都畫 畫得滿多的 但是好像有一些偏差的情況 像台北大學正門口在開那個 三陰線的那個 三峽站的那個暫停部分 那它的那個正門的道路好像跟 我們去面上正門的那個入口的道路部分 好像跟實際上很偏差 所以我們要去修正這件事情 那一樣就是 我就到正門這邊 對 我們這樣編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車道 台北大學裡面的車道畫很像 其他人行道 他人行道 平行的腳車道 其實是沒有 好像都沒有畫 那樣子 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那這是 三陰線的台北大學站 這個應該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 就是在OpenShrieman 這邊是一個從地的狀況 但現在這邊應該是變車道的情形 所以它有一個 天車道的狀況 那這邊這個道路應該是這樣畫的 但現在的情形畫應該是有提早 這樣轉彈過來 所以我等等要做就是修正這件事情 那再稍微往北邊的地方 然後往那個 光光行政很大 對 光光行政很大 對 光光行政很大 這邊的畫 那 它有 有個平行的那邊行道 跟單次道 那我要去新增 做新增的事情 那首先我們就是要來修正正門這邊 看起來就是我可能要把這個移除了 那各位還記得怎麼移除啊 就按右鍵 然後選最下面的空間鍵刪除 那這樣畫成 那這樣畫成 那這樣我歪曲的部分 應該是往這邊拖 然後 然後 把這個道路的點這樣子 往上移這樣子 好 那對於正門這部分 那個 操作上有點比較 複雜一點 我今天要把這個點那個 連接的情況 然後把它那個拖離這樣子 然後再去動 把它重新再對一下這樣子 嗯 然後整個停在場面 要整個移動這樣子 那這邊 等畫 有沒有 有的 所以 委員 有沒有 那 我很 就說 看看 沒錯 我 這可能要大改 好 那可能先要把 正可恨心的部分 拿到正確 那我就在按這邊然後按 第一個的話就可以連續 這個線段來加新的電量 控日動物 好像這樣掛好了 繼續修它那個整個 好像有改線過的動物 這裡的部分的話 它現在應該就是這樣走 就是這樣切掉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那個 整個玻璃然後 移動 然後 然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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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就先畫到這邊好了 我們搜尋單車的 還是Coltrack 沒有 打裝好了 那它是一個單車圍組的 因為它有一個平行的警告 所以它是專用的固執 人的警告就先不管好了 那它的平行很明顯到 所以一樣就是 從剛剛結束期間開始 每遇到那個行的部分 都要記得畫平行的 什麼 好,我現在可能要修一下 好,我現在畫 修理那個 台北拉去正門的人行道 正門的停車場 跟公公室 然後再控制 在控制 校園、東邊、範圍 那個 加上新的門行道 跟單車圍 那我連接二十次電動 那我把它送傳 就按熱上角的組成 送傳 然後寫了 台北大學就這裡 然後再看一看 正門的停車場 跟 以及 看到 我們 那 那 有 我們 有 我們 有 有 我們 我們 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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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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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打來 我再加上 hashtag 的部分 open 對,2023pw 這樣 好 那這邊就有詳細一些問題 但是我今天就先 就是扣感就跳過去這樣子 我再上傳 OK,好像沒有人跟我一起練動 所以都會出現編輯衝突的狀況 這樣子 所以我看一下到底什麼情形 OK,所以他練動已經在掌握這邊的固執 那樣子 OK,我們今天就先用我們的電動位置就好了 好,劉彥 嗯 OK 那這樣的話就算完成了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實際體驗的話 就是我們同時在編輯同一東西的話 會遇到什麼情形這樣子 那OK 這都可以後續都可以再修正了 OK 我們剛剛比較慢的話 我可能沒有對於弄錯這樣子 好 沒有對於看完修正的變動動員做出來了 好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那今天早上那個佑國的演講提到AI一些輔助的部分 當然是可能技術上沒有那麼成熟 但是又有一些服務活動 陸陸續續用AI做一些輔助的部分 那文字幕的編輯就是Granked AI 它有跟一個D組織商隊合作 就是透過機器學習的方式 辨識出 未經影像中有出現道路的部分 然後再辨識出來 然後再人工判斷到底要辦法將去 那我們等等要來做這件事情 那各位可以幫我想一下 台灣這邊可能 道路比較少的地藏 或是比較像這樣地藏 或是比較像這樣地藏 的部分 不知道各位有關想要什麼地點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是挑明明線 應該好了 我可以看到它的介面掌機跟 剛剛我們用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會去讓內建的 那個瀏覽器的那個連接 這樣 但它的這些功能會有略有差異 然後說它有做這個按鍵 那就是可以 加上AI的功能這樣子 那我就是 挑比較向下一點的地方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 AI判斷的道路是可以補的 OK 我們這邊看到 我們在右右附近 到提頭的地方 就看到我們說 有幾個道路是那個 有缺的部分 那 其實就是 圖衛星圖的話 台灣政府及公園 Open Data 列了出來 那我們就對照看一下 就是 是否AI判斷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存在這樣子 這看起來是有吻合的 所以我們就是按 Use this future 就是把那個 AI判斷出來的道路 把它加進去這樣子 所以北方的那個 可能已經歪曲 所以我們先接受它 然後再把那個線段 往北邊移動一點 然後就是按 右鍵去移動 然後北邊移動這樣子 我們再看其他條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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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就看不出來 這可能是提放到處的樣子 OK 這邊的話 看起來跟官方知道這個活動 只不過AI看的 高度的長度沒有那麼長 同樣就是先就是接受它 然後再手動 把它木段往上面移動這樣子 那用這個工具它會有缺點 它會加過多的點的部分 那在右鍵選單這邊的話 它的功能鍵就是一起下來 OK 它還有一個就是倒數不外 從下面選到第三圍的拉直的選項 那這個的話它應該是只要用兩個點就可以表示了 我們就按拉直然後減少它點的數量 那這樣的話就是會比較美觀比較容易維護 我們再看看能從其他的AI判斷的道路 OK 可能這比較失去一點 那我要切換回歸情圖來確定說 它是不是正在 OK 它看起來是有 如果木段這邊的話 不確定真的是有打通的 因為北邊一點的話應該是有 我們再走去那個政府的圖字 那這種情形的話就是請不要盲目的相信 原來的情緒 那我們仔細看那個 雖然政府的圖字量都很清楚 但看起來它是 那效能是有打通的 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它 然後就按 Use this future 那它這樣操作一個警告 那就是它末端沒有接起來 結果按連接起來 那這對於導航其實很重要 就是道路跟道路之間應該是要 那這樣畫的一些 導航的程式如果有 用不正確的資料畫才會正確的導航 如果我剛剛念有修的話 那導航這個會 這件很奇怪的 就到了原路的情形 OK 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條的狀況 我來看這條好了 那對照政府圖字應該是有 然後再開微信圖 OK 應該是有的 然後 原來我們再對照其他微信圖 OK 應該是有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接受它 那Use this future 那這邊因為是比較平的一部分 所以它判斷濃度或像濃度其實算蠻久的 但如果說比較大陸會的地方 比如說台北市、新北市這一代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把建築跟建築物之間的 那個空氣判斷成的道路 但可能實際上它並不存在 所以這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然後再在山區的那邊的話 它常常會把高拉電塔的電線下面 判斷成道路 但實際上那邊也不會有道路 那另外一個 第二個它可能會在里外誤判的情形是 甘西谷它會判斷成道路 各位可能就是 如果看台灣山區 如果山區會清楚的話 常常會有崩塌形成的甘西谷 或者是大水沖走 然後直逼長不出來的甘西谷 那部分的話其實 這個Rocket ID都會原部判斷成道路 但實際上那邊是沒有道路的 OK 那我們就來完成這次的編輯 然後按儲存 然後就寫加一個行政區 因應線頭64 那樣就是說明這次的五大做什麼 那樣就是說明這次的五大做什麼 那我從Rocket ID去揮製道路 用Ii輸入去揮製道路 然後 然後 加上今天的主題要先送 NNN Day 2023 TW 確定沒問題的話 我就在那邊稍轉 OK 我們來看電機紀錄 OK 那應該是都有在啦 我們就隨便點一個剛剛我們 AI 生存的東西 那它的確有存在 那最近 OpenSmart的那個圖端伺服器看 就是都點很重 所以可能要過好幾天之後 它才會真的出現在 真的有圖端圖片的形式出現在上面 那各位就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實時 就是過了幾天去重新Loading 看看東西是不是存在這樣子 好 那講到這邊的話 就是 人稍微轉口氣好了 那問一下就是台下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論是剛剛就是 聽我那個OpenSmart的簡介部分 或者是 操作那個教學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就是提出來 那你請問一下這個系統它的身分是誰 OK 大家在就是 編輯進到那個屬成的畫面裡 那你請問一下這個系統它的身分是誰 這時候 應該會出現一個 會出現一個選項 就是問你說要不要 OK 我就隨便弄個東西好了 我就先畫個紅色 然後組成上去 剛剛你怎樣畫 那它會選項就是說 我需要其他人檢核審數的編輯 如果說對你的編輯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擋多一個 那其他人如果看到的話 可以特別留意你的編輯情形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我會直接修 然後如果他 比較有實踐的話 也會跟你講 可能 你可以注意到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不一定 有些人看到之後 可能馬上就會 去留言 然後跟你講 有些人可能是 他可能過了幾個月之後 看到這些朋友出狀況的話 他才會去聯繫這樣子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用那個 最近跟土耳其跟區利亞地震的關係 所以 因為其實很需要投資的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 就是 就是遠端幫他們繪製災後的地圖這樣子 那 我們剛好遇到編輯衝突 那這種要很多人 上千上萬人 去一起來畫地圖的計畫 他這如何避免說 這些人編輯衝突進行 那他採用的方式的話 是 把這個大的區域 分成很多很多小格子 那一次一個小格子 會有一個人去編輯 那避免說 就是可能如果同時有同一個人 同時有好幾個人在畫同一個地方的話 可能不小心就會要編輯衝突 那 各位可以用那個在供領的連結 進行編輯 那我這邊就隨意 挑一個地方來做事 那 那 因為我還沒登錄 所以我要 登錄進去 那他都是可以用 OBEN QNOW的帳號 去編輯 所以如果註冊帳號的話 登錄畫面會導到 OBEN QNOW那邊去進行 OK 那我已經在裡面了 我現在要挑個地方去進行編輯 那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敘述 這次有任務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的話 它是說 它重點是畫建築物 那再的話就是說 你要參考哪一個方照圖來進行編輯 那除了建築之外的話 他也要求畫所有的道路 那他這邊我給你一些建議說 盡量選擇就是 為分別道路 或是非主要道路跟住宅道路 這三種等級去編輯的樣子 那這邊下面的話寫說 影像的參考來源 是nextry premiere 來進行那樣子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 ID editor 就是內建瀏覽器的電影器來進行 然後 會這個任務 那 按下去之後 就會到那個 線上電影器的畫面 OK 那 因為 因為 那這樣 就是要 要不要進行線上的教學 跟直接進行 那我這邊直接 線 跟指點 直接進行 那 我現在負責的範圍是 洪荒的範圍 對 然後 如果說你 只負責這洪荒的話 你不要去動洪荒的範圍外 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選這個地方 去進行揮子 那 我們再出過看一下的話 OK 它的圖字是nextry premiere 就是它推薦的部分 那 我們再拉近眼 看起來就是 很多建築都畫了 對 這種情形的畫 不可能要換一換進行 你看起來都會這樣畫 來確認 最後確認這件事情 可能這邊 OK 這樣幾棟建築 是有宇宙的情形的嗎 一二三四五 這些部分 對 這應該是建築 但它外型我看不太出來 如果說你要打落的話 就不要硬化 這樣子 那我要選擇放棄這個 這部分 我要進行那個 這邊的話就是選擇其他任務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它就會跳回一個畫面 可以重新選擇你要奉獻的那個部分 那 OK 我要拖來一點 這我可能就是選比較飄虛一點的部分 看看喔 選這塊好了 OK 用ID鍵器來進行 重新來進行 OK 由於我是示範 這我可能 我可能就不完成它了 就是只挑戰三個建築去繪製這樣子 喔 又來了 幾乎都是已經有繪製進行 OK 那我就畫就是在空照圖看得很清楚的那個建築來進行 那就調這張好了 那它應該是方方正正的部分 好 選擇建築物 好 選擇建築物 那我就不判斷它是什麼背景的 就直接展現建築 好 方再畫 再就是移動它到距離它的地基 應該是往左邊偏一點 OK 對 對 然後畫到 這東西應該是個長方形吧 然後展示它是那個 然後各位不用擔心 這是可能畫錯的幹嘛 那這些資料被利用之前 都還是需要人去審核去修正的 所以就請記住我剛剛就教你們各位就是 畫建築物方式畫四個點 然後按到最後一點之後 選擇建築物之後 按右鍵 選擇方角畫 那這個可以避免很多問題 就至少就是你畫出來的東西 至少可能 如果中央區域 對準地面這都還好 至少就是炎藥之後可能會不會那麼慢 OK 我就加兩個建築物來畫就好了 按儲存之後 畫面的儲存背度部分 會出現預設的原子進來 那這部分就請大家不要去動它 就是保留的樣子 就按儲存這樣子 OK 然後主張完之後我要去動畫面的動物狀態 OK 因為我沒有把所有建築畫 所以我就是 他已經用了這個 所以我就是按 是否已經完全被植污 然後就是 中央區域的樣子 那按下去之後 那他就解鎖 如果其他人要繼續進行的話 就可以繼續接續這樣 那這次的敘利亞跟土耳其地震其實是 影響辦法很大 然後土耳其比較幸運的是他政府還是 沒有種太大狀況 但敘利亞就比較沒有那麼幸運 就是他還在內站走 所以他其實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各位如果說就是 有些時間想要貢獻去幫助 避震再去的人的話 可以以這個方式來進行 但可能不能超級 因為看起來就是 他大部分建築其實都已經畫了差不多了 他只是避露 這次他有怕一些小靈性眼睛建築 還沒有去那個 墊墊上去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比較 就是空白一點的部分 比較適合就是 進行的 可是來交這個好了 OK 它完成度不適機喔 算滿低的 應該是這個吧 OK,它就完全空来的部分 我们就随便调一个 希望它是要空来一点 OK,我们好像看到就是粉红色的外光了 希望它都还没有多少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会比较好从零开始去协助 那这个任务主要是要画 我看一下任务初音 OK,它跟刚刚一样就是 以画建筑物跟画道路为主 那初音两位有初音说就是 建议的要选择的道路等级 跟刚刚的任务类似 那它还有一些就是 详细的一些指南 大家如果说有想要画 就务必把它阅读完再进行 OK,那我就画画面中 这个建筑物出来好了 有个琴建筑跟长琴建筑 我记得最后就是要按Q 或者是进六键选择去选择方向画 那我们再画第二种建筑 我们再画第三种建筑物 画完之后我们就来促成了 那我们选择这些建筑物应该都是方方正正的建筑 所以请记得这画完之后画 按Q键或按右键去调出方向画功能出来 那这边应该算好画 因为它算比较焦虚一点 然后建筑跟建筑之间 其实它是没有很密集的连结在一起 所以应该算好画 只不过这里要花一些时间进行 所以我就适当画这张建筑就好了 那一样就是 你在编辑的备注就不要动它 那这包置原样 然后就上线上去 那我要去 因为我不想再接画这块 所以我就是要把它接走 然后就选择 然后 送出任务的样子 那这块就会解锁之后 那其他人可以继续接续去进行这样子 那现在是5点05分这样子 好像距离就是整个活动时间结束差不多了 那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编辑或者是 那像这样的话 这个地址会当地的提升吗 因为其实当地可能地址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我们这样去绘制的话 可以去帮助就那单位就是说 哪边可能人要躲 需要这种主要 那如果图事上 用比较新的影像的话 甚至连那个 建筑倒塌的情形也会 显示在地址 显示在卫星图上 对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 这个地方 如果这卫星图有看出来 就是 建筑倒塌的情形也很重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 对就在单位来讲 可能是智能放到更多的地方 像圈的建筑啊 或者是 住宅区的范围等等 或者说 你可能对国际救助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用那个 Paxing 那样的部分去找寻 就是 世界各地 会需要地图独自的地方 进行奉献 那自己大家想要做什么的话 是真的就是 你可以自行选择想要做的事情 有些人也会有些比较奇怪的偏好 比方说 加上就是可能自己居住城市的素菜餐厅 因为他就是吃素的 所以他就只关心素菜餐厅的状况 这也是OK的啦 就是集结就是众多人的兴趣 越多化 即使地图的资料会越丰富 但是有些人关心可能又富又安全 他可能对道路的状况 会蛮关心的 那可以去记录道路的状况 然后 如果知道累计够多的话 我还可以对政府大会反应 然后知道人家讲的样子 但这一切都可能需要有些实力探查 跟了解到底状况 才能就是 有凭有聚去跟相关单位的反应 那Reach OpenSmart 其实有反应现况 已经可以用的工具了 对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是疑问 或者是所有想要分享的事情都 可以在一般 活到结束之前 就是赶快 也有这个时间 可以来分享 就是我以前就有画过GIS 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都在很就是聚落的话是密码 然后线的话是路跟合流 那我常常在想 就是我在画合流的时候 或是那种很粗的合流 很细的合流 全部都自己表现 就是有种 就是有种 实际的状况 对 就是会不会有用面来画合 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是用比较简单代表合的话 就先用线条要表示 但是如果说这个合够不快的话 其实是合面的面积时机是可以画的 那在温敦训练的话 就是 跟你看一下淡水河 它同时有那个代表 河流的线跟河面的那个 跟面积机都要画出来 那这个看就是大家的时间上 是有做这件事情 那你说重要的极致 都是可以画绘制的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是什么想要分享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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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哪一个 會用鋼肌忘記合流的狀況 合流是會用一個特殊狀況的東西在圓圓圓圓的 來處理 這是淡純的整個流域 畫面中只有顯示組合 但在這個資料裡面 它其實有包含治療的部份 如果各位點它WallSend的連結的話 就除了它的主流的部份的話 它其實成員的部份 它其實是支流都有加上去 然後說在後面這邊 米粉遼溪、塑膀坑、西門戸這些 都是它的支流 支流連結的話就是它是路件的集合 然後它上層關係就會加上耐水核的樣子 所以說你把這個資料抓下去 然後說GIS、IT、Q件之類的 去處理的話它不只抓到主流 它支流自大跟支流機 就會抓下來 這個對於後續的處理器的難度 因為你其實不只主流的部分 它其實它們的子關係 因為是支流機都要往前去 那如果支流更大的話 其實支流的支流你可以繼續抓下去 然後新鮮支流的支流是南刺溪 或者支流是青藍機 這部份可以抓進來 那這附近的話 大家支流的支流是三峽頭的部分 那以抓支流的支流方式的話 就可以把三峽頭的部分抓進來 那我們再直接來點一下大安基的部分 OK 大安基 那它一樣也是類似的 就是它有一個主流的畫面 然後它的那個子關係的部分 它是有加上三峽頭的部分 就如一支API一直副教 一直下層下層下去的話 其實可以把淡水盒縮的 它支流的支流都可以抓進來 這是可以做到的 那像三峽頭的這種程度的話 它其實也是有支流的部分 那一樣也是在 那一樣也是在 你抓到資料站 其實都可以 把它那個 就是抓到你想要的那邊沉緊 那由於繪製合流的關係 它的那個比較記得臉抽象一點 所以我其實剛剛沒有太 花太多的時間去解釋這個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思想在最後那裡